記得等一下我們會用紫色的色彩先做 而不是這個顏色先做 因為這個黑的等一下會很難做 但是我現在先搭檔跟大家講一下結構的問題 就是說你這個花大致上先出來這樣子對不對 出來之後這個大輪廓然後你再去分 例如說它主要的花形是在這上半邊 你可以先把這邊先切出來 像這樣切出來 那接下來光的部分從這邊過來 那這裡呢從這邊下來 所以這邊是暗面對不對 這整個是暗面對不對 那接下來這個花瓣 花瓣出來之後 這邊花瓣突出來 所以這邊會是一個突出來的 所以下面變成這邊過來之後 這邊是背面對不對 背光面然後這邊是向光面 所以這個的下面會有出現影子 然後下面這邊是暗面這樣子 會變成一個這樣的形態 那接下來一層一層 它每一層之間這邊是暗的 亮的 亮的 暗的 亮的 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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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呈現一層一層 把它分別出來 這樣子做出來 所以你先剛開始要把這樣的結構型先處理出來 接下來你在做的時候 你的花才會有明暗面的跑出來 要記得要先這樣做 所以我們先暗的地方先做一下 那亮的地方不上色 因為亮的地方一旦上色之後 等一下你會畫不亮 那彩度可能會比較沒那麼高 會比較混濁一點點 所以我們會選擇亮面的地方 先都留紫的顏色 那這個紫的顏色 基本上是比較不敗的顏色 任何畫你都可以用這個顏色畫都不會失敗 這是最穩定的紫 例如說 現在手頭上大家拿的那個土黃色其實也是 你現在拿的那個顏色其實也是 就是 蘇英傑這個顏色 淑娟那個顏色也是 基本上是比較 就是OK的 怎麼畫都不會失敗的色彩 就是這種 比較灰調質的色彩 那當然它可能會沒有太多的優勢 例如說 大概很多顏色都要畫 是這樣 好 那我們再來囉 比如說 我先用一個 紫色 我先上一點點紫色 把花的暗面 大致上先做一下 比如說我的花 大致上是畫這樣 大概先上一點紫色 那這邊 亮的地方我都留下來 亮的地方我都留下來 盡量 先都留下來 好 那接下來我會上一點點 我會上一點點藍色 但是因為我的藍色快沒有了 我就用這個好了 大致上我先稍微做一下 或許我會用一點點那個 黑色調一點顏色 但是不要用 不要用黑色去勾邊喔 乾溫乾溫 好 用這個藍喔 先做一下 暗面的地方 好 那 後面這個地方 我會整個用藍色做起來 側面 你看我都 剛開始我都會用側面去做 切那個形 我們今天 會比較大的 好 好這裡 我現在沿著花形把它框起來 有沒有 然後這個往上畫 花形往上畫 花形的部分往上畫 好 一層一層 先把它處理出來 先把它處理出來 用切的齁 用切的方式切出來 這樣子 好 好 那我現在下一點紅色 深紅喔 深紅喔 開始在做切的動作 顏色可以重一點沒有關係 好 好 那這是綠色對不對 我也用紅色先做一下 都先做先一起做齁 好這個地方 把它做出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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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這樣子 好 接下來再來 我上一點點黑色 我上一點點黑色 因為可能會不夠深 先偷加一點黑色進來 在幾個重點的地方 略微先處理一下 那這邊 暗紅色的感覺是不夠的 再來齁 這個不夠深 這個不夠深 因為你畫的不夠深齁 你等一下 那個 黃色會 不夠黃 對 它是襯底而已 所以等一下你 我們可能要抹稍微 我用一點黑色好了 所以等一下我們在抹的時候 會稍微把它抹掉 稍微把它抹開 因為抹開之後 你會 比較不會那麼厚 那等一下你在畫的時候 會比較好畫 好那這樣我開始 抹第一層 抹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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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地方 都留下來 就先留下來 先做第一層 把整個 花的 明暗面 先稍微抹一層 好那接下來 我可能會再用 剛才的這個紅色 繼續先做一下 這個地方 往裡面來 因為這個還不是最 最紅的顏色 等一下我們還會再上 最紅的顏色 好 好 好 我往裡面 我往裡面坐一下 後面這邊還有一朵 這邊 再透一點點紅色的出來 透過去轉進來 這個有一些亮的地方 這個點 可以用這個顏色做就好了 壓下去拉出來就好 不要重複畫 接下來我再用紅一點的顏色 再來 再紅一點的顏色 這個紅的地方 這裡 這邊捲過來 這不夠進來 我可能還要再修一下 我會邊畫 邊把形狀略微修一下 這個是比較粉的 我先這樣做 這樣一層一層來 這樣一層一層來 好 比較粉的顏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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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切進來 我那個後面的花的翻折 翻折處 後面花的整個翻折的地方 先大致上把它做出來 然後這邊 這個影子的地方先流出來 好,這個ray的地方 先用這個側面的地方先做一下 先做幾道亮的 那個ray的部分 好,光影子 光影處這邊加強一點點 稍微往裡面畫 側著畫出來 亮的 用力壓 等一下我們要補一些暗的 可能不太,剛才不是那麼的清楚 可以再稍微補一下 這樣子 一層一層的出來 好,接下來再來 再用比較更粉紅的顏色 這個 從亮暗光影最強的這個地方開始畫起 把他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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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地方有一個轉折的暗面影子 這個地方 要記得留下來 來喔 先輕輕的話 那比較亮的地方 你再用一點力 你疊上去之後 它就會很亮 轉折的地方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好 這裡 一樣 光影交接 較亮的地方 來 等一下其實我們還會用一點白色 用一點 最後還是會用白色 這邊 好,這邊 輕輕的 這邊比較沒有像這邊這麼白 所以你輕輕的畫就好了 把他混在一起 有點像圓形這樣子的話 把他混在一起 把亮的地方混在一起 把亮的地方混在一起 再拿一齁 我再換回來 剛才的比較粉紅的顏色 後面這朵不要畫了喔 因為你再畫的話 這朵會跑到前面來 所以我們主要就是畫這朵 後面做到一個程度就可以了 不要把它畫得太強烈 紅的抓進來一些 這是那個紅色 接下來我們先搭一點點黃色進來 那我們用比較檸檬黃的顏色 用一點檸檬黃的顏色 輕輕上就好 輕輕上一點檸檬黃的顏色 花蕊的地方 我先用一點比較像那個 葛黃的色彩 比較正黃一點的顏色先來 這個蕊的地方 前頭比較細 前頭比較粗啦 比較靠近蕊的地方 比較靠近蕊的地方 稍微細一點點 如果你沒有那個角 你就把它折斷 你就會出現角了 用那個角角的地方畫 你會畫得比較細膩 不然會看起來 你會覺得怎麼畫都粗粗的 齁 好 接著換那個蕊不樂絲黃的顏色 就是米黃色這個筆 往裡面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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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樣齁 用那個角的那個角形的側邊 就是方形的那個平的那一面 輕輕的畫就好 然後你可以接下來可以用灰紫色 灰紫色 一樣用腳 腳邊來畫灰紫色 太小了看不見 這個 這隻 鄭予寶寶寶這個比較完整 看這隻齁 用這隻 輕輕往裡面畫 你看畫到最後 你就一直在找那個角 你才畫得細膩 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從這個地方開始把它再整理一次 接下來我們開始畫 因為我們大致上的整個感覺已經都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休息的地方 所以我們可能需要剛才的那個 有一個膚色的色彩 然後納布勒斯黃那個色彩 還有白色的這幾隻 還有白色的這幾隻 我們現在需要這幾隻 還有剛才 粉紅色的那一隻 這幾隻來做 把它做得更細膩一點點 把它做得更細膩一點點 我現在用的是 飛太慢了 膚色的這一隻 因為膚色這一隻 白色弄上去 它會比較有光的感覺 會比較有光的感覺 會比白色更有光的感覺 所以我用的是膚色的這個色彩 但是我還是會用白色啦 只是說 我先用膚色的這個色彩 看起來的那個 光的感覺會比較好 其實你如果有筆形的也可以拿出來畫 其實你如果有筆形的也可以拿出來畫 筆形的 筆形的分彩筆 就是像這樣 就是比較細節的地方 你也可以這麼做 但是那個要另外買 那個比我們這一盒貴很多 這邊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 我們剛才沒有做 我們現在把它做出來 小小的葉子轉折上來 你這邊再做細一點點 它的整個層次上面的變化 就會更豐富了 好 但是切記喔 白的盡量處理在這個地方 其他地方你不要用這樣一隻畫 因為不然的話你畫完之後 你會變成你這朵花 感覺好像不是紅色 不是這種紅色的 會變成有一點粉 粉紅色的感覺 所以我們還是要維持它是 紅色的花喔 要記得喔 彩度最高的地方就是這個紅色 所以我會用這個紅色 再來補一些 剛才不夠的地方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齁 我可以上一點點黑色 補一下 不夠暗的地方 比如說這裡 齁 抹出來 它就比較黑 當你比較黑的時候 這個 會顯得再更白 會再顯得更白一些 可以利用這樣的手法 慢慢的 再去把它整理起來 那這個葉子轉著進來 齁 這邊 轉著面 帶點紅 齁 剛才我們是畫橫的啦齁 那現在是畫 都是這樣劈齁齁 但是我現在就這樣子 把裡面的細節轉著 齁 反 反 就是那個透明那個感覺齁 慢慢的處理出來 齁 第一個階段不要去處理這個反光的地方 盡量按面整個一起把它做過去 那你回過頭來 你只要輕輕一撇 它就完成了 齁 你不要在那邊一直在那邊 明暗在那邊修來修去 齁 就按的 只要是按面包含它是反光 或是在暗面裡面的亮面 全部不管 全部統一畫過去 你這樣畫起來 會比較有整體感 而且你畫的速度 會比較快一些 齁 大家可以 等一下再畫的時候 慢慢畫慢慢想一下 有一個縫齁 先修起來 好 這樣做 然後邊緣 修一下 它就會轉折面 會比較漂亮 好 那這台葉子的部分齁 我們就用綠色 我剛才這是藍嗎齁 綠色直接上來 齁 呃 這個地方齁 齁 影子留下來 留藍色的 齁 順著它 把影子拉出來 不是說錯了 把葉子拉出來 齁 好 影子 這就是 呃 葉子的影子 齁 然後葉子這邊先拉 齁 先把它拉出來齁 拉出來 齁 這邊還有一朵花 噗噗噗噗噗 那個什麼 花包 齁 我們把花包 處理一下給大家看齁 齁 花包 紫色 紫色 齁 那背景齁 也要是暗的齁 齁 你花包才會 紅色的才會跳出來 齁 好 把它抹掉齁 因為我剛才沒有一起做 應該是要一起做 我本來想說示範畫就好了齁 好 這邊 要重一點讓它紅一點點 齁 這樣一個花包就出來了 對不對 然後綠色 做底 比較亮的綠齁 齁 然後這邊 用這個綠色 摺斷 摺斷齁 撇進來就會剛剛好 帶點綠色進來 齁 也很好看齁 齁 它的色彩 欸 就會 裡面帶了一些 就是比較寒色調的色彩 這樣子去做 好 然後 葉子 這裡 我們剛才已經畫了對不對 邊緣 樹葉的厚度 一點點那個 一條線 這邊 葉子的厚度 然後這邊 反光面 你可以改用 淺藍 就是這個水藍色齁 輕輕做一點點 葉子的分面 從中間剖一半 不是從中間剖一半 它有的是這邊是比較少 這邊比較多 多 這邊比較大 這邊比較小 這邊比較大 那你注意 剖的面是哪裡 剖過來 然後往上慢慢的帶上來 讓它變漸層 那這樣就會變成那個 葉子分兩邊嘛 對不對 它就是變成反光的地方 那這邊的葉子反光的地方 你也可以先用水藍色先做 這個水藍色先做出來 然後我們再加剛才的 顏色 剛才我們那個 那博勒斯黃的這個色彩齁 比較亮 比較白一點點的 我們有一隻是比較白的 欸 這隻 看不出來 看得出來嗎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好 畫完你就知道了齁 好 那個反光 反光的地方 這個地方 好 知道齁 好 那其他部分齁就是 大致上都是這樣而已 葉子的亮暗面 齁 那個 葉子的亮面 暗面我們都不畫了 就是留這裡的顏色 然後我們只要畫葉子的亮面 就好了 好 記得我們只畫葉子的亮面 其他的地方 我們就採用背景的色調 去做 這樣就可以了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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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